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的Noran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12點57分 那因為呢 剛剛上一部影片有講 就是說 就是我們呢 用這個XQ去畫 我比較不會畫啦 我的能力還不夠 所以說我還是改用TradingView 那TradingView去畫呢 有一些指數是沒有的 最主要是上市指數 那一塊是沒有的 沒有的 那只有上櫃指數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很奇怪 那如果說有的話 如果大家有發現的話可以跟我講 目前是還沒有抓到 那是沒有的 所以說 我自己個人呢 就是 把他上位指數呢 也不是全部都有 像那個文化創意 電腦級周邊設備 那還有 資訊服務 也沒看到 對,然後他的 這邊的 畫工呢 他是寫 化學 就蠻奇怪啦 反正就是有的有的沒有 那基本上我就把有的拿出來講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不知道這部影片要講多久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是我們的貴滿指數 那貴滿指數就是整個總統 那如果說 每一個指數呢 可能目前有些遇到壓力 有些是突破後的回測 那當然我們做的是突破後的回測嘛 我們不要去做那些 就明顯遇到壓力 然後我們硬去 就是做他的個額 硬去做這樣 那當然啦 如果說他一些線型是比較好的 你還是可以做考慮 那我因為用Chainview 那我就幹了成分股 就直接去講 對,那就慢慢的調整調整調整 那調整到呢 我們去講這影片是 達到一個最合適、最舒服 那最佳明瞭的狀況嘛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貴滿指數 那貴滿指數部分呢 目前我把它當作就是 跟這個大盤的結構之一模一樣 是 相關之前的在1月30號那一根 就是上 不管是大盤 上市指數 那貴滿指數 在1月30號這一根呢 就做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一個 一個結構性的一個突破 所以說目前的這邊呢 就是一個大突破 那大突破過後呢 基本上呢 會把一個前高點 大算就是這個level 然後大算這個level 就抓這裡 到這裡 這個level呢 把它當作是一個 壓力區 然後壓力區呢 它在 2月2號這一根有一些突破 之後在 2月7號 2月8號來 來一個正式突破 所以目前我自己個人的感受上是 它是會比較像是我 我整個張畫的這樣子 就像回撤 到達這邊這些level呢 它還是能夠去 回撤 然後往上走 那 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想法是 不要去破了這一個 大算是2月7號這邊的底點吧 大算是 這個 198.88 不要去破的話 那我目前個人覺得說 你有一些資金呢 放在一些 櫃買這一邊的 上櫃的個股客呢 相對硬的 情況之下 大盤是 比較沒有壓力的 應該說是 已經稍微越過壓力啦 稍微越過一些 明顯的壓力 當然它這一塊 這個點 我畫了這個點 203這邊有沒有壓力 其實 我也是 有在做一個思考啦 我這邊其實也有在做一個思考 到底有沒有 那 目前的判斷是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有點不太知道了 所以說 因為它剛好也打到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這一根的時候 我們就說 它可能突破嘛 然後呢 很明顯在這邊又有一些壓力 那 所以說 這一塊 究竟是我這樣 就我之前畫了 剛跟大家講我之前的想法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 會不會其實是 我就把它這樣看好了 會不會其實是 它的架構有可能會在這邊盤整 這邊都還是壓力 然後它的頂部其實在這個地方 還是真正的壓力 然後呢 在這邊開始往下彎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太曉得 所以 目前呢 還是以 假設真的要想要做進場的 那你就是把 一些 較好機會的個股先調出來 然後去放一些小部位的資金 因為我覺得目前可能 大盤喔 跟 整體的市場是遇到一個 就是 可能 然後這個散步呢 開始想要做多了 的這個情緒 那 搞不好就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下壓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 我們就持續延 延下去看吧 然後我們還有半導體 這個指數 其實就蠻簡單的 你看喔 我用全定view就畫 乾淨嘛 沒有一些 這個 均線啊 沒有指標 底部就是很漂亮的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頭肩底 那頭肩底基本上 這邊就是去算一波 漲幅滿足 我們先算一下 看有沒有機會啦 那這只能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技術分析 那這是一個理論上 可能有機會到達這裡 那究竟會不會到達 不知道 那什麼時候到達 也不知道 所以 就是一些很不知道的問題 只是說 目前呢 以相對來說啦 假設他能夠長到這裡 跟 他 目前就在這個 支撐線剛突破 那有機會下壓下來的 這樣的情況 然後 這邊是一個大支撐 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認為啦 我認為這邊呢 都還是一個 可以去把握的機會 就跟我 上禮拜五 這禮拜五講的 我剛好這邊有 你是 做錯 還是錯過 那現在呢 這一波要 大致上 應該是市場上蠻多人都看說 這一波會先往下跌 跌完整理完之後再往上 或是說 真的會往下跌的機率蠻大的 所以這一波到底 你能不能夠抓住 你曾經的錯過 你錯過就是一月那一波啦 一月那一波 這個 一月的這一波啦 一月從這邊超強勢的反彈 這個一月出嘛 就直接大反彈 大反彈 你錯過這一波呢 那這一波回撤 你還要不要再錯過一次 你要不要把握這個機會 當然這個機會 可能也有可能會失敗 但一樣 我認為 如果說能夠回來 那撤住 然後並且撤 然後守住 是有潛在的機會的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 生技醫療指數 那生技醫療指數 發現我在這邊畫之後 比較明確一點 比較稍微明確一點 那 整體上的一個結構 然後我就只能說呢 在這一根 12月6號 跟我們的禮拜四呢 都是打到這邊這一塊壓力 然後這個區間 大概214左右 然後開始一些回撤 那這相關確線的部分 其實目前沒有到一個 非常明確 因為只有兩個點 只有兩個點 然後我看一下 抓這裡也奇怪 那 抓這裡 也蠻奇怪的 所以 不太知道說到底是哪邊 那就稍微貼一下 因為他 這個第三點沒有來 往下走 再往上 他是直接穿過去 所以 這相關確線有可能是無效的 這個有可能是無效的相關確線 不能說 我想要看到什麼線 就說什麼線 就是說 如果我常 很常常在 XQ上面 因為他沒辦法去用磁吸功能的話 你就會想要這樣畫 說這個地方 就是有壓力啊 這樣子 這個地方就有壓力 那 剛好遇到這邊雙重壓力 這邊可以空下去 這樣子 說不知 搞不好 他撤在某一條姿勢 那開始往上走 所以目前呢 升級藥指數這邊 也是有看到一些 就很簡單的平線壓力 大概214左右啦 提醒一下大家 那如果說能夠在未來能夠突破上去的話 這邊就是另外一波 你個股 和指數的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光電 光電指數呢 最大中 最大最大的這個成分股就是這個 算是整個影響他 就是這個元泰 那目前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所以 元泰那邊的一些壓力呢 會不會是較容易去突破的 我不曉得 但目前畫起來結構是一個下歇形態 突破後 然後在2月2號也是個大突破 大突破之後 他有可能會把 這個地方呢 應該說在這地方已經突破了嘛 所以說他現在可能是 會有機會是 回撤 現在繼續往上噴 噴到這個level 大概這個點 或是說到平行線這邊這個點 大概是56這邊吧 然後再度往下 所以如果說現在手上持有元泰 或是 或許啦 他還有上漲的機會 或是說 我們可以把眼光呢 看到他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 他在這個1月那時候 下跌 1月上漲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漲多少 沒有漲很多 其實漲蠻 我覺得到現在應該算漲蠻多啦 從160又噴到現在190幾啦 對算蠻多啦 但 以現在目前看的一些 指數的結構跟他自己各股 或許有些機會啦 大家自己參考看看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 鋼鐵 鋼鐵這邊曾經有做一個假突破 這邊是假突破 對那 做假突破是沒什麼關係啦 那因為 畢竟已經走過去了嘛 所以說 我們就這樣看嘛 他這邊有壓 123 然後之後呢 他其實在這個level 大概是174 173 這個位置 174好了 然後這個位置是有一些壓力的存在 直接突破過去 然後回撤失敗之後 往下暴跌一大段 所以呢 他現在又回到這個level了 回到這個level 代表說 鋼鐵其實也受到壓力 除非說他能夠像這一根喔 或是說這一根 這一根這樣子比較 往上去衝 再回撤的話 我覺得比較好 目前看起來就是 鋼鐵指數是遇到壓力的 所以其實好像有蠻多 光電我覺得有機會持續往上走 然後 這個下壓嘛 升機一聊下壓 鋼鐵是下壓 那再看一下 通 通信網路 那通信網路 目前貼最外側的話 是可以連接4個箭頭 1234 然後看一下最外側 那可以看到在這一波禮拜五呢 也是 應該是禮拜三禮拜四行到達的 頂端 然後開始往下壓 所以我不曉得他會不會 真的來個大調整 調整到下來這個地方 然後 不知道會不會跌破啦 說會再持續再往上走 然後突破 所以說 上櫃這邊的通信網路 有可能是向左側這邊 因為你也是 你沒辦法去知道說他後面怎麼走 向左側 的看法 應該說在左側呢 這邊我們去小心的話 就會避免到下面這一段 下跌嘛 所以說 我們現在呢 搞不好就是向左側這邊 然後在去年的8月底 左月初那邊是在主頂部 然後開始往下 因為那時候大概7、8月那時候有一波那個 通訊網路的那個算是 業績爆發的那個 營收草嘛 那 那時候是說 之前在2021、2022年的時候缺料 然後 他們有什麼漲的就是通訊網路 那現在開始 那時候在去年7、8月開始往上漲 之後還是暴跌啊 就 像奇蹟啊 然後 鐘蕾 那 大家看一下 這張圖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什麼意思 看最右邊 大家看一下最右邊 這張圖 跟 這張圖是去年8月29 大家看好跟我們現在 是不是一樣意思 大家懂嗎 底下缺一條三昇曲線 大家懂嗎 是一樣意思 當然你也可以等待說他真正跌破這個三昇曲線的時候才說 他正式轉空 也可以 所以說目前呢 他離這邊好一段距離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 下來 上去 那之後再下去 不曉得 還是最後會突破 但是其實就是 指數到達這個level 我覺得就是自己小心吧 這是通訊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電子零組件 那電子零組件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還 真的是還不錯啦 那我比較知道這台藥跟連帽吧 我在上過這邊 那 大家看一下吧 他的結構其實相距線越過去 然後呢 這個區域呢 這個區域就是在滿足 我這邊寫起來 這邊區域就是 滿足相趨勢 所以他從這邊長上去 震一震之後再往下來 再反彈再往下 然後這個點還是一樣往下 所以說 我們白色這條件呢 這個大概90 90這個點才是真正的大支撐 所以 我們稍微做一下一些排列組合的話 就大家知道說 他算是像半導體強勢嘛 然後 光電強勢 然後還有電子零組件是強勢的 對他是比較容易帶著我們的這個 上規指數往上進攻的 然後看他這個 光光 他光光一樣啦 一樣強勢啦 就是 組底了 組了2016年組到現在 然後 這邊雖然是做了一個 三角收斂啦 那是有破線的那一種 這種是滿討厭的 是在這個 因為就是支撐線上嘛 支撐線就是打到這個點 打到這個點 打到這個點 支撐線上呢 咦 在那邊做這個 三角收斂然後最後往上噴 往上拉一段 然後在 這邊 但我手上也是沒有任何觀光 沒有在看 所以 目前有一些修正呢 我認為都是一個非常非常的 正常 再正常不過是 那 這些有下來就自己去 關注剛剛吧 或許 這個點 又是另外一個新契機 這邊點呢 可能啦 可能是就是有支撐 那我這邊往下抓好了 我這邊就往下抓 因為我們三角收斂其實要抓中軸 大致上是在這裡吧 我自己抓啦 大致上在這裡 就是 要嘛這個地方 要嘛就跌破之後下來 這個地方再去考慮 就是 都是需要時間的等待 那當然也是強勢的 好那他航運 看起來就是這樣 弱勢啦 弱勢啦 那 我相信在某一天去 那時候是講說他有機會破底 那我相信在某一天破底 或是說 拉到這個下降趨勢線這個level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好的空方 那或是說你就是 真的手上有的話 就最後了啦 可能這邊就真的是 整個下降趨勢的最末端了 有可能就會往下再次 繼續跌 我不是說下降趨勢的最末端 因為下降趨勢 整個暴跌的一個 契機 就是 真的是在這裡 那什麼時候到來 就看時間吧 最後可以到3月底 是最後的這個 那個時間點 我們看他這個化學生 化學類 指數 他不叫化工 指數 他叫化學類 然後我們這邊化的話 我們就化這個 相當曲線 我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是多少 134 化工 對啊 一樣 134 對沒錯啦 沒錯啦 好啦 這之前這邊做一個W底 突破 沒有續攻喔 就往下跌 也是 行情呢 好了大概一個月多 就往下暴跌 然後跌跌到底部 然後這邊進行一個破底 翻上來之後 這邊有回色 120是直撐了 所以說 目前呢 這樣 來到了壓力 那 有沒有覺得突破 不知道 只是說 如果說你手上的一些化工類的族群的話 自己就 多加注意啦 因為不能說 你的個股一定會掉下來 一定會暴跌 什麼的 只是說指數方面的話 會讓我覺得說 如果說我有 像是我們剛剛看好的半導體 電子零組件 光電 這邊的話 有更好的話 那我 何樂而不為去尋找更好的 兩個Double match 指數往上噴 各個往上噴的這一種 那 當然你要逆著做也是可以啦 稍微逆是 也還行啦 只是說 如果說你想要增加一些勝率的話 或許 那個 化工 化學指數這邊 目前是 也是來到一個相對你的壓力 然後香區那部分呢 有可能他會像是我們的 這個 這個 來滿足香區 是 然後上去 打這個香區線 未能夠突破就往下跌 所以 在這一段的時候有可能就會要 來個壓縮 所以我再往下崩跌 跌到這裡來 那 今年的 對 今年的盤勢就是這樣子啦 有可能搞不好是今年盤勢到後半段才開始跌 也有可能 不是說在 3月4月他就選擇 就不上去了 不上去然後就往下壓 這樣有可能 然後看到這個 其他電子類指數 那這個呢 我有一些看不懂 我看一下 他是141是不是 然後這邊是 其他電子 這也是11 對啊他有點 有那麼一點看不懂 有點看不懂 那 整體的一個趨勢 如果說是這樣子 1 2 3 然後這邊是突破之後的回測 這邊是有一些 突破後的回測 假設了 我沒有到很確定 如果說4的話 那 確實是 有機會在持續廣場上 但就是真的沒有到很確定 我這邊畫一下 剛剛這個點還不錯喔 這樣子吧 1 2 3 4 喔 這個是最外側的 然後 這個算是第二條 然後這是最 最整個影響整個大趨勢 就是 整體還就是在往下跌 其他電子類的 然後 短趨勢是越過去啦 不過他這邊其實很難做 因為他是 他的頭是越越低嘛 然後低點也是越低 低點越低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目前這一段 有點像是這邊這一段 但 講真的啦 他確實也是 就是突破的下降趨勢嘛 這邊確實是突破下降趨勢 所以 整體的上景 我這邊再多看一點 就是這個level吧 這邊做一個w 頸線嘛 然後底部這邊做一個大w 然後都把頸線當作是 白色這條 所以 如果啦 下禮拜整個是 下跌 或是將來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都有機會下跌的話 可能是有機會調整到這裡啦 那都還是 偏多去看 偏多去看 好那我們就來看 最後的電機器機械 那電機機械是下降趨勢線123 然後壓下來之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level 這個level是 大概是上市這個 155.5 這邊預壓了 然後主要是抓這個地方 下來反抽 有壓力下來 然後這地方把它當作支撐 然後最重要的是 禮拜 禮拜四有碰到 然後開始往下壓 所以 目前的電機機械其實是 往下跌的一個情況 他沒正式突破啦 那我們把一些 正式突破了 我們就把它抓來前面看看 你說應該說這禮拜觀察到的啊 當然下禮拜搞不好其他突破也說不定 對不對 好 那目前整理結 整理結束之後 就是說 呃 等一下喔 這個沒有 鋼鐵沒有 好 那看一下 這是 半導體 回測 好 然後再來是 其他電子 回測 都是 以目前來說是一個 回測之後是能夠去做多的 那再來 這是光電 但他 感覺上 整體最影響的就是這個 原態 然後看一下 這是電子零組件 然後回測有機會 那光光呢 回測 這裡 或這裡 有機會 好 那再來都沒有 這個生技藥是 弱勢的 鋼鐵是還沒突破 那 通訊網路也是剛好遇到一個 最外面的壓力 當然突破就是真的是 就是真實突破 但目前還沒看到 那航運不用說了一定是弱勢啊 然後看一下化學生技呢 也是W底的右邊這邊還沒突破 那突破之後呢 有可能像我講的滿足 下上區先這邊還是會往下跌 所以 最好能夠突破是連下上區先一起突破 那電機機器的部分就是 目前來到高點 然後可能回壓 就是前面那些是比較 就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那 目前看起來就是電腦機中間是不是沒有嗎 那 電子通路也沒有 好像有還是沒有 好像也沒有 對 其他好像也沒有 其他指數 看一下 其他電子指數 欸 其他有了 我們看一下 119.8 看一下 119 欸對喔 再多加一個 OK 那我們這個講完就來個結束吧 OK 這裡是滿賤的 為什麼 因為他這裡就是 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滿大的 也不是很大 1122.5到123.2 這邊這個區域都是一個 一塊壓力 所以目前呢我只能說他確實是 維持在一個有強勢的一個level 這裡過去嗎 然後這裡算是一個 頭肩底 這個小型態 往上拉 算是一個 三角收斂 再往上拉 所以 目前這個情況雖然說 整體走勢是 整體走勢是有機會在往上 那空間上呢 也算是還有啦 但是 你說整體的大賭破目前是還未看到 然後 來看一下整體趨勢確實還是蠻強勁的 如果手上有的話就持續放 然後 有一些潛在的機會還是能夠去考慮 剛好我畫這個 如果說回車到這裡的話 變多啦 因為他上去還有空間 他上去還有空間 所以他把他挪移到我們前面 就是這樣 也是強勢的 也是強勢的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那待會就要來整理一下這個 我們的會員個股 然後去想一下下禮拜的一些 進場跟 一些 對 就是一些進場的一些 美美嘎嘎 好那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